今次都不可以再說穩陣,疫情很多人是不穩陣的 最穩陣的兩體,我們今天不是絕力去說這個 有什麼好處就是穩陣 還有你沒有資料就不用自己買 你自己開公司就要買自己的 沒有資料就要買自己的 就是免疫機壞了真的要做 但是公司壞了,公司廣開壞了 打工就是這些穩陣 那自營公司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經常見到自己開一間藍衣 自己開一間屋樓 自己開一間餐廳,那些叫做自營公司 我認識老闆,其實我覺得他不是老闆 他只是一個高級科技 我開一間公司,但每天都坐在這裡 收錢 其中一隻是收銀 不過是高級一點,打工就收銀 其實你問上去都是高級大學 那什麼叫真正的老闆呢 那邊在左邊,然後右邊 真正的老闆呢,你問一下自己 你會不會真的自己的賺錢 三個月關工都不會有錢 什麼是老闆呢 當局是老闆 有沒有見過老闆找到老闆呢 沒有啊,叫師傅老闆 那些公司呢 他不會見到老闆的 他有個系統幫你工作 可能不知道環境到哪製造 這個就是總之的老闆 但我們今天主要來講這個 I,投資 知什麼人到呢 你見的財困是很少的 你不會見到自己動 然後去那製造 多數都是有系統的 寶環面是一間公司到的 寶環面是在哪製造的 寶環面是在哪製造的 你不在公司看哪製造的 你會發現身體最有清潔的人 都在這兩邊 而I的代表者呢 就是在那製造 你會發現投資是怎樣呢 就是在那製造的屋子裡 有一間屋子在那製造的 你去潤身的那製造 你去看看股價 你買完就認識 那可能你的股票是哪製造的 或者你買一些基金 或者你買一些ETM 你都賺了錢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來安排的 今天坐在那製造的 都是我估計的想找多些錢在那製造的 或者是輸錢在那製造的 沒有的話 其實你是想找多些錢的 但用什麼方法呢 不要是一個最坊間 門檻最低 人家最容易理解到的一個工具 我們先這樣理解 好了 但都已經說了少少 工碟要補充 大致來說 就分了這製造的 你自己的工碟哪製造呢 用現金的工碟呢 有工碟呢 也有工碟 有工碟會通脹 也有工碟會通過 但我深厚一點的主題 香港工碟沒有掛鉤 原來的工碟非常好 那它掛鉤有沒有機會掛鉤 有 好吃 對 有 但是好吃 也是有 這個味道出現了 黑天鵝 萬一港幣是掛鉤 那你以為港幣跌了多少錢 港幣跌了多少錢 港幣 港幣 有港幣 有港幣 有人講港幣 有人講美金 不知道的 所以最重來的做法 有哪種工碟都有 現在都掛鉤了 另一個賣一段 一邊多一邊多 一邊多 都有 試過你自己的理解 好 那就是定期 因為沒有工碟 對四年低 但也有 因為定期它不會保證 所以給你一來半 所以定期也有工碟 那 債券 其實債券 這裏不夠清楚 其實債券 港幣分兩種 有些叫做 穩定 有些叫做垃圾債券 但實際上 就是 有機會違約 這樣就沒有債 港幣來說 先這樣 股票 原來都屬於四類 中資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賣股票 即是在賣某一間公司 的賺 認定 你買股票 你不是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你的買股票 但你去買股票的某程度 當你要賺這個公司 那就是要賺錢 對嗎 你平時是這樣 如果公司叫你 去儲存賺錢 你會讓他說不清楚 所以你是買了一間公司 那為什麼有空點 有一間公司 好 它來了 好地產 很多人買 那工具空點 其實沒有 因為這個訓言能力 沒有受市場批負 好 不時代理買賣的朋友 我認識很多大陸買賣的 如果我買了,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嗎? 有家沒有,真的買都買不到 沒有人叫他買樓,一定要有一兩家樓 衍生工具,公布已經有五花錢 只要聽牛蛙、鍋輪 我建議大家自己經常去好 特別新手 將來玩幾年,覺得自己很厲害 有沒有這方面的高手呢? 有的,都是他大約 但最遠失速,即是唐沃表新手 有的,就千萬不要 你遇到的原因就是貪心 貪心的後果是怎樣的